南投市张河社区 自从加入小旗舰以来 社区发展是越来越好 开办了各项乐龄的课程 并且还将去年的乐器学习课程 延伸到小旗舰当中 邀请老师来指导 并且加入更多的技巧 增加挑战性 大家一边挡着节奏 一边变换队形 每一个人都认真学习 虽然比起一般三脚铁还困难 不过阿公阿嬷都学得很开心 并表示很期待每一次的上课 以前念书的时候有学过 然后来这边以后会 就很期待 就是说会把以前的记忆 全部都带回来 就每个礼拜期待就星期五 赶快来上这个课 来这边就很快乐 人多 就是让我们这些年纪大的 走出来踏出来 每个人都会非常快乐 南戸市张伯市区在去年加入乐器学习课程 市区长辈的反应都非常好 因此今年特别延伸到小旗舰计划当中 邀请到老师来指导 并加入更多的技巧增加挑战性 本来以为都不会啦 但是怎么奇怪 大家好像很有兴趣 而且很快就本来练成了 所以我们前年度就有一个好的成果 所以今年在这个小旗舰之内 我们也陆续申请这个西洋鼓的练习 那当然练鼓是最能够帮忙 说脑脑脚都会动到 而且会随着音乐的那个力动 对他们的身心里都很有帮助 主导老师也表示 去年所上的课程比较简单 只有一种节奏 今年加入三种节奏 以及不同的队型 让长辈来学习 希望借此提升长辈脑 与试制的运用 我是今年用三种节奏 还有因为是外国歌 他们也没听过 对他们来说的挑战很大 脚的刺激会有 肌耐力会再更好 那头部的话脑部的话 他们的记忆力会再更好 我们的基点部 我们是我们这些试团的聚集地 当然我们可以来就在学习中 来凸显自己来 让自己走出自己想要做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些试团 这里有多大 现在我们非常快乐 张额市区长辈 很认真地在打鼓节奏上面 努力学习 又再加上老师有趣的教学方式 让他们可以在快乐学习环境中 找到目标跟自信 来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